韋柯,怎么了?不开心? 没有 有心事 婆婆,没有什么心事 都写在脸上 说出来吧 看看婆婆能不能帮了你的忙 婆婆,我要是跟您说了 你别嫌我烦了 说吧 婆婆,我在农村差月的时候 收养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 一直养在我身边 后来我回城了 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把他想得挺好的 说给他去办个收养手续 以后就可以民众严慎了 即养在我们家了 结果呢 我去问过院长了 他说不行 因为我没有结婚 国家的政策是 必须得睡一顿夫妇 才能收养孩子 那你看 这孩子我从小养到现在 三岁多了 我总不能把他扔下吧 是不是 我心里挺难受的 这么点事都不能为孩子做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婆婆 我是不是说这些 让您心里难受了 没有 我是觉得你心这么好 你要做个好事 可是还没做成 我有点替你感觉到不平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解决这件事的 我总不能让孩子就成了黑户了吧 我认识一个护肌警啊 我可以替你去咨询咨询呢 真的啊 那太好了 谢谢您 婆婆 哪儿的话呀 那不是应该的吗 妈 我来吧 对了 白哥 孩子收养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我问了 根本就没门 说呀 没结过婚 不让收养孩子 看来只能等实验回来再说 这好人还真是难做 不过不行也好 一旦真的收养成功了 以后想改过来就难了 妈 就算让我一辈子跟白杨在一起 我也愿意 来 妈妈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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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涼的小茶碗 涼涼的小茶碗 来 来 来 婆婆 我来了 你这好人了吗 这样行吗 这样做的话就规避了所有 一个 什么 你看我这记性 对了 政策上的限制 太谢谢您了 怪不得您叫好婆婆呢 您真是位好婆婆 谢谢您 谢谢你 我真是高兴 你知道吗 太好了 来 这是你们的收养症 谢谢啊 都不好了 太好了 妈 咱们这就给杨阳办户口去 太好了 可以办户口了 谢谢 谢谢 慢走 太好了 妈 今年这薛丽红真好 好吧 不过呀 怎么不能像去年那样 淹得那么咸了 对 去年咸死我了 不过咸有咸的好处啊 咸呀下饭 跟人家多切点啊 嗯 好 喂 杨阳 回来 杨阳过来 这孩子这么脏 来 不不 杨阳 把扫帚放下 来给我 不不 你看上面多脏啊 是不是 吃到嘴里会生病的 来给妈妈 不 这孩子 会顶嘴了 杨阳怎么现在会顶嘴了呢 快给我 这个玩 买个玩具 买什么玩具啊 买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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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等妈妈下个月发了钱给你买好不好 我现在也要 好好好 妈妈去拿钱 给你买皮球 把这个放呢 你不能这么依着孩子 这钱咱们得省着花 你看很快要入冬了 炉子和烟囱都得换 还得买梅 没有梅 怎么过冬啊 妈 我都答应孩子了 不能骗她呀 要不 我再去找点缝缝补补补的事 多少也有点收入 不行 妈 你天天带着杨阳已经够累的了 这样吧 我下班以后 去找个灵活干 那怎么行啊 你这样会吃不消的身体 是啊 走 带你去买皮球 真是 来 来 你这样等于把自己当身后使了 白哥 太累了